好 例番三道小题我一块讲 同学们又自己先做一下视频赞评 这个又有技巧了 是吧 当然我们如果从整体上来考虑 我相信有一位同学是可以做对的 来 首先第一小题 已知A-2b分之c等于3 求下边这个代数式的值 根据我们刚才的经验 你是不是要去找一找 这个里边有共同点的东西 对吧 那有些什么呢 这地方是不是有一个A-2b分之c 这是不是有一个A-2b分之2c 你能不能看到他们俩有一个什么关系呢 2b的 2b的关系 这个玩是不是正好是这个东西成岩 那这个东西等于3 说明它等于几呢 6 是不是等于6了 好 出来一个 这地方有一个C分之A-2b 他们俩有一个什么关系呢 互为倒数 是吧 既然它等于3 说明这个玩应该等于什么呢 3分之1 那就减去3分之1 再减去一个3分之5 有没有发现其实挺简单的 对吧 减3分之1减3分之5 是不是就减3分之6 那就减2嘛 6减2最后等于几呢 4 等于4 这个的值是不是就求出来了 来看一下第二小题 如果A方加2AB等于5 AB加2B的方等于-2 则下面那两个设计的值 这种呢 我们依然是要去从整体的角度 来把它凑出来 把它凑出来 首先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A方-4B的方 A方在这儿是不是已经有了 对 4B的方没有 这儿是不是只有一个什么呢 2B 2B的方 那就得把这个式子扩大什么呀 2倍 2倍 好 那扩大2倍是不是就是2AB 加上一个4B的平方 等于一个-4 对吧 等于一个-4 扩大2倍 来再看一看 我现在是不是要一个A方-4B的方 我就得拿这个式子 怎么着 这个式子呢 减 减一下有没有发现 这个2AB-2AB 正好减没了 所以是不是正好就是A方-4B的方 那其实应该是一个5-4 对吧 5-4等于几呢 9 等于9 搞定一个 下边那个呢 是个2A的方 加5AB 加2B的方 来2A的方 怎么才能出来呢 是不是得把1式扩大几倍呀 2倍 那就是2A的方 加上一个4AB 然后它是不是等于10的 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个2B的方啊 对吧 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有2B的方了 那就要把他们俩怎么办呢 加一下 1加正好AB加4AB 减AB啊 5AB 是不是就把它给凑出来了 对吧 把它给凑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就应该用 这个式子和这个式子 做一个加法 10加-2等于几呢 等于8 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 A等于几 B等于几 是吧 所以这种题一定不是解方程 不是说我设个书啊 我要把A和B算出来 然后我再带进去 不对 就是整体在考虑 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像 我们的解二元一次方程组里边的 什么加减消员法 对吧 嗯 来再看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 已知A-B等于2 B-C等于负3 然后还有一个C-D等于5 求内下边这个式子的值 对吧 嗯 上来是不是有个A-C呀 对 原是有A-C吗 没有 没有A-C 有人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想一想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要利用已知的那几个 去把A-C给凑出来 嗯 怎么来凑A-C呢 这是不是有个A-B呀 对 这是不是有个B-C呀 嗯 你想想他们俩干一件什么事 B就没有了 只剩A-C了 全加 是不是加一下 有一个负B一个正B一加 B没有了 是不是正好是A-C 那可以得出A-C 他们俩一加 是不是就是2加-3 等于多少呢 负1 负1 好 出来一个 同样道理 B-D是不是也就出来 对吧 你怎么才能出B-D呢 你得找一下 这一个和这一个 是吧 嗯 他们俩A怎么着呢 全加 B加 C又没有了 然后是不是就是B-D 负3加5等于多少呢 2 等于2 所以是一个负1 乘以一个2 再除以 C-B 哎 这次 好像直接可以出来 因为C-B和我们的B-C 是互为什么的呀 相反数 相反数 既然这个玩儿等于负3 那说明C-B 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3吧 好 除以一个3 好 那剩下来的呢 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第一步是不是还是要先定符号 对吧 嗯 先定符号 正还是负呢 负 负的 然后再算绝对值 1乘以2等于 2 2除以3等于 3分之2 哎 负3分之2 是不是就做完了 嗯 这个题呢 呃 也是我们这种整体思想去求值的 比较典型的题 我今天会把这个类型里边 所有的呃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题目 都给同学们呈现一下啊 呃 那么你这些题如果都明白了 我觉得应付学校的考试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这道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